从手机拍到的南卡罗莱纳州警察打死一个没有武器的人 到巴尔地摩和其他地方关于警察乱开枪的抗议和暴乱 美国的执法人员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 今年5月 奥巴马政府宣布拨款2000万美元 为数十个地方警察局推广使用随身摄像机提供资助 在美国之音和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主办的市政厅会议上 与会成员说随身相机的出现引起了复杂的法律问题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警察局长罗伯托·维拉·塞诺通过远程视频参加了讨论 他手下的一千多名警察当中有些人使用随身相机 他对此感到担心 有时候情况变化迅速 一个警员很可能没有时间打开摄像机 所以有人说那好吧就让摄像头一直开着吧 但是警察的隐私怎么办 例如他们吃午餐的时候 甚至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 乔纳森·史密斯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更复杂的问题是你在面临性侵案的受害人时如何处理 面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时又如何处理 当你走进一户人家办案会产生连带的效应 让那个低收入家庭无法再享受公共福利吗 会让父母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吗 你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 不被其他人在网上人肉搜索并发布出去 对执法人员来说 另一个忧虑是关于视频证据在起诉中的作用 所以你经手一系列艰难的情况 然后开始写报告 如果报告和拍摄的有不一致之处 我一点也不惊讶 此外如果你口述的和录像不是那么吻合 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度将面临被颠覆的风险 这很危险 与会成员一致认为 新技术的采用能够激起公众的愤怒和不信任 因此执法人员的披露和媒体的报道更需要准确 美国之音维拉塞诺华盛顿报道